先看数据12的无理应用 第一个位移大小和总路程 这个大家中学今天就知道这个知识 是吧 位移大小呢 就是V直接在T到T2上积分 那么这个V不要加绝对值 它可能有正有负 我们算的是位移这个始量的大小 明白吧 那么总路程的话呢 这个要写成VT加绝对值T到T 所以只有当VT在T到T2上 那么它是大于等于0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绝对就不要了 是吧 这时候呢 我们的位移大小和总路程才是相等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 这种题比较简单了 我们看一个小例子 例题12.1 直点以速度T乘以3T方米每秒做直线运动 那么从T到T2 那么质量所经过的路程等于多少 那么大家知道路程啊 我们实际上是要写成在绝对值的 但是这一题呢 分析 我们的路程 S它就等于 那么就是积分 从2分之π开根号 到π开根号 是吧 然后呢 T乘以3T的平方的绝对值 DT 当然大家注意啊 这个T方啊 就是2分之π到π了 这是正的 是吧 大于0嘛 这个也是正的 所以绝对值可以不加的 同意是吧 这个就很简单了啊 这个非常好算啊 丑文法就行了啊 很简单 答案是1分之1米 这个非常简单啊 就不啰嗦了 这是第一种啊 叫做位移的大小和路程啊 总路程 第二种 便利沿直线做工 那么便利沿直线做工呢 他这个 用维员法来看的话呢 是这样 由于这个利啊 是变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取一个小段 对吧 在DX 这一段上 那么我们近似认为呢 这个FX 近似认为是个常理 所以我们的维员呢 叫做DW 看到没有 DW呢 给FX乘上DX 然后呢 你在AW AW上击奔 就得到了 做的这个便利沿直线 做的这个总工 其实刚才 我们谈到的前面的这个 位移大小和总路程 它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了 就是你在时时刻刻啊 实际上这个是有变化的 我不用往前翻了啊 我直接说一下 那实际上也是这样 是吧 那你如果是T时间轴的话 那么T1到T2 对吧 那实际上你这个是什么呀 你的速度在变化 是吧 大家 假如说速度大零吧 那VT在变化 是吧 那么你就取一个DT了 DT 近似认为在DT上呢 V是常数 所以是VT乘上DT 对吧 大家 VT乘上DT 这个就是DS 这个无人法嘛 是吧 然后你再从T1到T2上 做积分 就可以了 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所以叫 这个叫便利沿直线做工 便利沿直线做工 好 我们来看例题 这里头的话呢 有个重点题啊 例题12.2 这个题虽然考过了啊 吹波斯的 非常重要啊 我们再来讲一讲啊 这种类似的问题 未来还有可能出现 打地基的时候啊 需要用气锤将装 打进土层 气锤每次击打 都将克服土层 对装的阻力而做工 啊 这个很好理解的 对不对 啊 那么这里有个关键 一句话啊 是土层对装的阻力的大小 与装被打进地下的深度 成正比 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啊 比例系组K K大赢了啊 那么就是说 主力 的大小 与装被打进地下的深度 成正比 啊 你想想看 主力的大小是多少 这是大小啊 那么我这个主力的大小 就是 K乘上 假设啊 打进地下的深度 是X的话 是不是K乘X 那多意思吧 啊 K乘X 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嗯 这个 F等于K乘X了 啊 你可以简单的 草稿纸啊 草稿纸可以画一个图啊 输形结合 有时候很能 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啊 那你比如说 这个是X是吧 这个X 那么我现在这个 是不是一个轴 叫做KX Y等于KX是吧 这或者叫F等于KX了 啊 然后呢 气垂第一次击打 将装打进地下A米 那么我问你 这个就是便利了 是吧 大家看到没 这便利嘛 那么因为你随着X的变化 这个力在变化 对不对 所以你打进地下A米的时候 注意啊 如果这个是渠道从0吧 从刚开始 没有打进地下 0才算 往下打 打了A米 是吧大家 那你可做的工 这工不就这个吗 这不就做的工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容易算出来的 这个W1啊 所以分析 我想这个你画个图 很多问题解决得很快一点 第一啊 我的W1 实际上是等于 就三角形面积啊 那么这个算的 带进去 这是不叫KXA 对吧 KXA 所以呢 那就是二分之一 KA方啊 我说对吧 是不是叫二分之一KA方 对吧 好 那么根据设计方案 要求气垂每次击打装时 所做的工 与前一次击打时 所做的工之比为常数R 这是设计方案 这个R呢 是大零小一的啊 大家注意是大零小一的啊 就是说 后一次打的做工 实际上是比前一次打的做工 是比较少各位 能听明白是吧 要少啊 因为你的后一次比 前一次的比 是一个大零小一的数 后面要少了 那么 第一问 气垂提打三次后 装打进地下多深 实际上大家注意啊 也就这个意思了 我这块三九星面积 代表第一次的工 对不对大家 第二次的工 大家听好了啊 第二次工 W2实际上是等于什么呢 他说你 你就是 现在这边是 就画一下啊 那这个是X2了 这个A实际上就是X1嘛 对吧 好 这个X2 那大家注意啊 我换个颜色了 那么这一块 的面积 是不是就是第二次的工 那么这个工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所以等于 整个大的三角形啊 这是不是叫 KX2对吧 所以应该是 1 2 KX2的平方 减去1 2 KA方啊 你要用大三角形的面积 减去原来这个小三角形面积 是不是我蓝色比画的 这是要是W2 对不对大家 好 那么 击打三次嘛 再算一个 这是W2出来了啊 下面W3 W3等于什么呢 很简单的 就来个X3嘛 对吧 这X3 X3 这个位置呢 就对了KX3 是吧 所以呢 这又换了啊 那么换个紫色 就换了 就这块做的工 第三次击打做的工 那么这块工的话呢 它这个等于大三角形 1 2 KX3的平方 减去1 2 KX2的平方 对吧 大家 这个是W3 好 这里头出来了啊 我们根据题目的要求 那就是说 我的W3 是等于R倍的W2 对吧 大家 后一次比向前一次 是不是等于R 于是是不是就R2 这个W2 是不是就等于R倍的W1 再乘算这个R 是不是叫R方 所以W3是R倍的W2 是不是R方倍的W1 对不对 R大家看得到啊 明显到这三个加起来 W1加上W2加上W3 大家看等于几 很好算的啊 他俩加的时候 是不是这两个约掉了 然后他俩加的时候 是不是这两个约掉了 是不是只剩这个了 是不是1 2 KX3的平方 我这样说 大家听懂了啊 我把这个就插掉啊 它其实是 不要画掉啊 能看到我意思吧 好 那么这个 很好解这个了 我们把它解出来 立即可以得到 你不是求着 打进地下多深 是不是求的是X3 大家听懂了 你是不是求X3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样的话来讲的话呢 我把它这个W3 那换成W1了 对吧 W2也换成W1 所以就是W1加上 W2是等于R倍的W1 再加上R方倍的W1 能懂我意思吧 是吧 那么你就 它就等于2分之1 KX3的平方 那么也就是说 你W1提出来了 是2分之1 KA方 是吧 然后乘上 1加上R 加上R方 是不是等于2分之1 KX3的平方 这个就很容易算了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2分之1约掉 K约掉 我们的X3 它就等于 一开根号 这根号下 1加上R 加上R方 是不是乘上A 就得出了X3的这个结果 实际上这个结果呢 实际上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提示了 是吧 很好的一个提示了 那么你现在说 如果击打次数不限 也就是当击打次数 无限大的时候 那么气垂至多能将桩 打进地下多深 那你看得很清楚 实际上大家应该 这个非常明确的 我这一段呢 我可以把它 把它就是放在下面去了 整个这一段呢 我们就把它讲完了 我擦掉吧 我就擦掉了 我擦掉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 你有这个结果 有这个结果了 所以我们第一问 得到的结果 重新把它写一遍 我的X3呢 是等于 根号下 1加上R 加上R方 乘上A 对吧 那么 根据数位规纳法 很容易 这是3 这是2 所以XN 实际上是等于 根号下 1加R 加就加 1只加到R的 N-1次方 乘上A 这个大家应该是 能够得出来的 是吧 这个应该是 比较简单的 可以得出来 用输规法 很容易就不能写出来 实际上这里面呢 由于R呢 是0到1内的正数 所以呢 底下就写成什么 这个一简公比分支 首相 首相是1了 乘上一简公比的 N次方 再乘上A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 求起来就很容易了 那么 N区无穷大石 那么 Limit N区无穷大石 相当于求这个 XN的极限了 它就等于 这块区于0了 所以呢 它就变成了 那就直接写成 根号下 1-R分支 A 米 这个题就结束了 你发现啊 它为什么会 这个极限存在呢 这个面积定下来啊 就是W1定下来 对吧大家 这个是W1定下来了 每个面积 剩下这个面积啊 是不是都是比原来小的 原来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说最终这个 X2 X3 X4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是不是能听懂 是吧 越来越靠近 就是说他们这个 这个底下这个长度啊 像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么最终呢 是有极限的 这个极限算出来了 刚好呢 你打这个桩啊 打地基的时候呢 是根据实际方案 要打到多少的 明白吗 所以这个题呢 也可以出成几何问题了 各位对吧 可以出成几何问题的 那么如果就 真正几何问题的 X3同学也能做了 就说我定一个 基础的三角形的面积 说我们下面每一个 对吧 扩大的三角形 扩多扩出来的面积 都只是原来面积的 什么 R倍 而这个R呢 是 只是原来这个面积的 R倍 R呢 是大量小异的 是吧 然后呢 再扩充的面积 是新扩充面积的 R倍 那么这样地推下去 请问最终的极限值 是多少 或者说你总的面积 就算出来 能听懂吗 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现在X3如果找到了 那么总的面积就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几何题呢 也可以出 当几何题也可以出 这个例题12.2 我详细的讲一下 大家把它要准备好 好 那么例题12.3呢 这个大家当作业做了 这是往年的一道真题 大家看看这里头呢 实际上有三个做工的地方 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了 请大家做作业 做完作业 因为书上我写的很详细了 你可以独立完成它 如果想看呢 我这个也给大家 在其他场合 我录了这个视频了 你可以看完 做完这个题 做看这个作业的视频讲解 也可以 那么第一块呢 那么第二块 我们的便利也直线做工 就给大家讲到这 重点题2 是例题12.2 好 下面我们看三 提取物体做工 请大家看215页 这个呢 首先一条啊 这个提取物体 比如说 如 我们可以叫抽水做工 对吧 我对象强调一条啊 抽水做工 只是提取物体做工的 某一种考题 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抽水做工 就是整个的提取物体 都只是抽水 这个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我们给大家新增加的 这个在2023版里面 咱们新增加的这个 例题12.4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题 也是个预测题啊 预测题 提取物体做工 好我们看一下 那么提取物体做工也好 或者说其中的特殊情况 抽水做工也好 它是这样 一般建周边系啊 如果是往上抽取的话 一般你周边系啊 这个OX就往下走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然后的话呢 它是这样 主要是取微圆了 那么这一小款 这个微圆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变得 看好它的截面啊 AX 那么截面AX 乘上厚度DX 对吧 大家 这个是这样 就是体积了 然后注意啊 叫做Rawgv 对吧 大家 Rawgv 这就是重力啊 然后这一块呢 要提出啊 从这个容器中抽出 那就是提取这部分水呢 它走的路程呢 就是这个X了 就乘上这个X 对吧 这个呢 就叫DW 这就是DW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W 就可以得出来 我W呢 那么就是从 这个A到B 对吧 所以W呢 就等于积分 A到B DW 就可以了 这个结果就有了 这里头的关键 大家要注意啊 一定要确认好 那么就是我这个位置的 这个体积 厚度一般都写DX吧 对吧 所以你更重要的是 确定这个 水平界面的面积是多少 这一点 我们也说清楚 是吧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还要注意 这个位移 这个路程啊 就它提取的路程 走了多少 这一条呢 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 这个也很重要啊 这个提取了多少 这个也很重要啊 好 我们来看这种题 看立体12.4 这道题非常重要啊 这道题非常重要 分析 是吧 确定是大啊 立体12.4 一个底面半径为R 高为H的圆锥形的物体 完全沉没于水中 其密度与水的密度相同 设备R 请大家注意啊 这里马上就有一个 重要的事情出来了 如果密度跟水的密度相同的话 立即猜 大家告诉我 是不是叫水下不做工 笔记啊 是不是叫水下不做工呢 对不对 这个是个关键啊 这个关键 好 如果追顶于水平面相齐 将它从水中取出 须做工为WE 如果追顶于水平面相齐 将它从水中取出 须做工W2 则WE和W2的比是多少 那大家注意啊 那么两张图了 这是水平面 是吧 这是水平面 可以是Y吧 对吧 然后呢 往下画 这是X Y持组了 那往下画 X 这Y持组了 好 那么我们呢 看这个追啊 它说追顶于水平面相齐 那么这个追呢 跟XY面的相交的这个截面 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如果追顶于水平面相齐呢 那实际上 这个追跟XY面的截面呢 是这样的 对吧 大家 所以这个的话呢 这个水平面了 它水平面了 对吧 水平面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啊 那么 参数要把它从水中取出啊 取出的话呢 大家注意位置啊 那它整个取出的话呢 它就变成这了 对吧 大家 这个整个取出的话呢 就变成这了 这最终的位置啊 所以大家注意这里头 这么几件事了啊 第一件事 我们还是无缘法了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这取一块 厚度是DX了 厚度DX 所以呢 DX也写出来 这是DX 请注意啊 那么我的这个截面 它是什么样子的话呢 这个截面呢 这个追嘛 这个横着一刀切进去 这个是圆了啊 所以大家说是 π 好 πR方 πR方 那么大家注意这看啊 那么这位就是X了 对吧 这样写X 任意位置X了 这个这一点就是X加DX了 我就不写了啊 那么大家把这个搞清楚 它的底面的半径是 是不是叫R 对吧 它整个的高呢 是不是叫做H 整个的高是H 所以我想这个很好算的啊 所以这个R0是多少 把它叫做R1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相似三角形啊 那么这个 这个叫 比如说这个叫R1了 你要的是R1嘛 是吧 R1 那么这个高是H 高是H 那么我这一块呢 是X 对吧大家 这是X 这个是R 这很好办的是吧 那就是 炒高指啊 R1比向R 是不是等于X比向H 所以马上可以得到 我的R1是等于把R乘过来 R比向H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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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吧 界面面积啊 水平界面面积啊 大家这是不是叫做这个DV就有了 然后怎么说 很好 Rho G V 对不对 Rho G那就是DV了 然后接下来注意条 我们一定要 我这会我就擦掉了 这会我就擦掉了 就是当超高值用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再详一他的路程 记住水下怎么样 很好不做工啊 水下是不做工的 所以这一块大家注意 回头是不是跑到这去了 对不对 好 大家跑到这的时候 请问大家 是不是出了水才做工 出了水做工 大家想是不是就这一段才做工 这一段的长度 这一段 是不是刚好是底下这段的长度 是多少 很好 是H总的高度 高是H嘛 减去这个X吧 所以一定要乘的是H减去XR 请注意 这个才是我们走的路程 打个轻吧 你小心这条啊 水下不做工 那么他就出了水才做工 出了水做工的话呢 那走的位移 刚好就是说 底边 这个底边 到达水面 是不是整个 从水中取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就是他走的这个路程呢 刚好就这段 这一段呢 就是底下这一段 就是总的长度H减去这个X 剩下这一段 都能听懂吧 不得搞清楚啊 是这块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就做完了 这就是DW 对吧 DWE了 DWE 所以呢 然后呢 我们就从什么 从0到多少 到H吧 积分 从0到H积分 这个得到的是 WE 明白了吧 好 同理 我们来看下一块啊 这块就很轻松了 那当然你取还是这块了 这个厚度还是DX吗 对吧 这是X 这下面是X加DX 不用啰嗦了 所以然后呢 DX还是这样 那么他的关键是 这个R是多少 是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了 怎么这个 怎么画的行 画这边也行 对吧 好 我们这样一到接下来 这个是R2 对吧 这是R2 R2 那么这个还是R了 那么这个是X 对吧 总的是H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比的很简单了 那就是R2比上R 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这块 比上H吧 所以就是H-X 比上H了 所以R2是等于什么 分号写了 那就是把这个R乘过去 R比上H 乘上H-X 对吧 R比上H 乘上H-X 好 来写了啊 那就是 嗨 R方 就是 H分之R 但是这样是吧 你走的是这条位移啊 这条路程 那么是不是这条路程了 这条路程的话呢 还是H-X 所以乘的还是H-X 这个还是个表达事啊 请注意啊 这一条 然后呢 从0到H移分 这个算的是W2 我说清楚了吧 啊 说清楚了 所以大家把这个啊 把它给我搞清楚 好吧 接下来计算呢 就比较简单了啊 请大家自己把它算完了啊 这个W1算出来是 12分之1 R乘G 那么π R方 H方 W2算出来 等于 4分之1 R乘G π R方 H方 啊 所以我们立即推 W1 比上W2 是等于1 比3的 答案 选B 呃 这内容啊 这块很重要啊 大家给我复习好的 啊 这个题啊 尤其这个题啊 这个是我们2023版新加的一个新题 以前都没有 呃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题啊 希望书一书二啊 尤其书一书二的学生啊 这会儿要把它复习好了 啊 好 那么立题12.5呢 大家当做一做就可以了 啊 这个不难 呃 立题12.5呢 有稍微的综合性啊 就是你需要 还要求求那个 呃 这个体积啊 呃 全程题体积啊 然后再求做功啊 相对来说 它不如立题12.4难啊 但是呢 综合性稍微强一点 大家做好它 好 第三个啊 提取物体做功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 下面我们看四 净水压力啊 217 呃 这个呢 呃 以前考 呃 大题就出过 后来不大 大题不考啊 冷不丁的 哎冒出一个小题 啊 小题五分也不少啊 好 看净水压力啊 啊 垂直寂寞在水中的平板ABCD 它的一侧受到的水压力 啊 一般写水压力啊 不写这个净啊 但我们要强调啊 这是净水压力啊 如果是有洞载和那就不一样了啊 啊 我们现在净水压力啊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很简单了 那就是说 呃 就是Rho G H 压强 压强 乘以面积 得到的那个位置的压力了 是吧 然后再积分 是吧 所以的话呢 你主要的问题在这啊 就是你要看这个 这个 F X 减去H X 就是要用右边的这个函数啊 减去左边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的宽度就出来了 能听懂意思吧 哎 宽度转 宽度出来成DX 就是这个面积 面积出来的 面积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Rho G 这要注意啊 乘X 就是压强 压强成了面积 就是F X 减去H X 然后再怎么样呢 再乘上这个DX 就是面积 是吧 我们这得到的呢 是压力的微圆 DP 啊 然后呢 我们再从 A到B 把累加 就得到了 整个这个板子 所受到的这个水压力 所以关键问题是确定什么 很好 关键问题 是确定这个 啊 水 这个水深X处的 平板的宽度 啊 这个是重点 同时啊 我也提醒大家 就像前面讲这个 T恤物体做工一样 那个路程是多少 你要注意啊 我们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这个X啊 把水深的位置 也要给我定好它 啊 到底是多少 这个也很重要 是吧 好 我们看个例子啊 立体12.6 好 看个例子 说 某闸门的形状与大小呢 是这样的 上面这块啊 ABCD 这块是一个矩形 那么下部呢 这个是二次抛线 与线的AB连着围成的 说当水面与闸门的上端相平时 这个是水面啊 这个是水面了 是吧 这个水面 预示闸门矩形部分承受的水压力 与下面部分承受的水压力之比为5比4 那么闸门与门矩形部分的高H应该为多少 它是这样一个设定了 这样一个设定 不过没有问题啊 我们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路了 是吧 这个呢就可以 你这个按照它这个抛线这样啊 大家往上间隙也可以了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 往上间也可以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当X 这个当Y 可以的是吧 现在呢主要是定这个什么呢 主要是定这个 这个高度啊 这个高度H是多少 那么底下是1米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要这个位置要注意 这个是H加1了 好 我们来分析 来了啊 那么上面这块所受的水压力 取位约 取位约 这样快是吧 这样快取是吧 这个呢当底歪 我说了啊 这个坐标系是看大家自己怎么建的了 是吧 这个都可以是吧 你比如我换一个啊 我这样写底歪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块呢 这个宽度很好算的 这个是X等于1了是吧 这个X等于-1了 所以它的宽度是2 这是2底歪 这个得到是面积 对吧 所以我们叫Rho G乘上H 大家注意H是多少啊 水下的这个位置 当然我们说这个位置 这个写的是Y了 这个就是Y加上底歪了 那是Y的位置 总高度是H加1 所以应该是乘上什么 H加上1 再减去Y 能看到意思吧 是这样的啊 所以就是这个呢 得到的是我们的Rho G H乘上面积 这是DP 压力的元素啊 压力的维元 是这样的 好 有了这个呢 我把这个往那挪一下啊 有了这个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好办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是要做积分 积分 这个得出来的就是矩形 这个 扎门的矩形部分 成熟的水压力 这个大家自己算啊 这很简单 这个算出来呢 是Rho GH 平方 好 我们再来看底下这块啊 能取位元呢 一样这样取是吧 一样这样取位元了 这个大家注意了 你既然坐标器 这样建的话呢 这个是坐标原点 所以这个呢 就是Y 等于X 对吧 所以呢 你看宽度啊 两边注意 这个位置呢 X是等于什么 是根号Y 这个位置大家注意了 X是等于什么了 哎 很好 这是负根号Y了啊 能听懂一些吧 所以这个宽度呢 我们算出来是 二倍根号Y 能听懂一些吧 然后呢 乘以它的厚度底Y 这是面积 所以在这个水深处啊 它的这个宽度很重要 宽度很重要 然后呢 就是Role G 那么你看一下 它这个依然是这样吧 因为它是任何位置 Y了 所以最上面是H加1 还是H加1 减去Y 这个水深注意啊 那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从0到1几分 对吧 所以是从0到1几分 得到的P2 这就是下部承受的持压力 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呢 自己算啊 等于4倍的Role G 乘上1三分之1H 加上15分之2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啊 他说呢 P1比上P2 是等于5比4的 那么把它们连力起来 就像他比上他 是等于5比4的 是吧 由此呢 我们可以解得 我们的H呢 是等于2 那个负值舍去 这个题就解决了 净水压力啊 现在是基本上 不可能考大题的啊 小题把它搞清楚 就可以了 这个4呢 就讲到这里 好 下面看5 细感直线 这也重点啊 但这个很简单啊 直线段上的 线密度为Rex 的细质感 这就是非 均匀质量的 这样的一个细质感 那么它的质心 是多少呢 X8 等于A到BXRXTX 比上A到BRXTX 有同学可能会想到 第十讲里面的几何应用 那里讲的行星是吧 其实 对的啊 就是那个X8的表达事 只不过把那里的FX 换成这里的什么 RX了 好 这个呢 大家直接套公式就行啊 会计算 看题 第一题12.7 分析 一根长度为1的细棒 位于X组的区间0到1上 如果线密度Rex 告诉你了 那么X8等于多少 这直接套公式了啊 这五分送分啊 给你啊 0到1 X乘上Rex 那就是 负X平方 加上2X加1 DX 比上0到1 负X8 加上2X加1 DX 这个算出来答案 等于20分之11 这个就可以了啊 这个没有什么难点啊 大家把它把握好就可以了 好 最后一个啊 这个第六个 大家看219页6 其他重要应用 像这种啊 立体12.8 它可能不是我们前面讲的 像那种提取物体做工啊 进水压力等等 它换了一个舍弃的背景 但是呢 违缘法还是核心啊 比如说你看 某城市的人口密度 近似为PR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R啊 实际上就是表示 与市中心的距离 是这样一个东西 是吧 那么PR代表的是 距市中心R千米区的人口数 啊 单位是为每平方千米 十万人 啊 好 第一 求距市中心 两千米区内的人口数 那大家知道啊 随着距市中心的距离的变化 那么这个人口数 是在发生变化的 对不对 所以 违缘法分析 很简单啊 因为我书上呢 给大家详细的写了 整个违缘法的推套过程 但是 这个可以供 大家深入研究 或者供初学者来研究 对同学们来讲 我觉得很简单了啊 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取一个DR就行 对吧 你取一个厚度 就最快了啊 好 那我们的厚度呢 取成DR 在DR上 近视认为 是不是就是PR了 是吧 人口密度就是PR了 是不是很简单的吧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用PR 乘上这个面积了 这个面积呢 这个位置是R 然后在DR嘛 所以是 用这个怎么样 周长乘以DR了 2πR 是吧 乘以DR吧 这就是这个 这个环上的这个面积 是吧 面积 听懂没有 出现了吗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从 0到几 到巨石中心 2000米 那么从 0到2的积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得到了 第一问的 这个 总的人口数了 会算吧 这个很简单了啊 等于 0到2 你把 2π这个PR呢 是R 方加上 20分之4 是吧 然后再乘以 2πR DR 这个 错误一分吧 很简单了 这个 算是等于4π 然后的话呢 你把这个 2RDR方 我们第二方吧 是吧 算是 Loy R方 加上 20 再0到2进去 所以等于4π 乘上 Loy 5分之6 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呢 是我们的 第二问呢 大家当作业做了 这个没有难度啊 第二问只是把谁改了 PR改了 那么公式是一样的啊 当作业做出来 这个作业 无非就是说 我们的积分啊 重新变一下啊 积分的过程啊 被假如变了嘛 啊 积分变一下 好 这个 整个的医院 还是积分学的 这个物理应用呢 我们主要是呢 这六个方面 跟大家说了一下 是吧 六个方面 给他说了一下 啊 作业题呢 注意啊 任人做一下啊 这个相关的作业题 大家把它做好 它啊 像这个 我说一下啊 像习题12.3 习题12.4 啊 这都是极为重要的考题 啊 大家要做啊 做完之后 看我的视频讲解 啊 对大家的视频的指导 好 这个数学一二的物理应用 积分学的物理应用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